- 夕陽劇跟夕陽劇我都要 - 嗨大家好我是幹修假 - 我是馬修妹 - 好我們今天可以來幹嘛亂講一下 - 凱特也是此生自愛之一 - 又是就是講很久這樣 - 馬妹一定要看馬妹一定要看 - 對因為浪漫的體質啊 - 就是應該比較熟的韓西粉都知道 - 對就是前面只要不管講到什麼 - 可能有相關的劇情 - 還會說你一定要看浪漫的體質 - 馬妹看了嘛 - 它真的是比較特別的韓劇對不對 - 對跟平常的韓劇走向比較不一樣 - 對而且我覺得啊 - 就算你只是想要了解韓國影劇產業 - 哦對對對 - 我覺得這一部讓我了解很多 - 對真的很值得一看 - 而且其實我們之前常常會聊到說 - 就是你看他們韓國影劇的食物鏈有多大 - 對 - 因為他們的韓劇產量很大嘛 - 嗯 - 因為你看每一個電視台 - 每一季可能都要出個三四部吧 - 對對對 - 然後外銷的量也很大 - 嗯 - 然後他們每一出的OST - 嗯 - 你看他們每次OST四出喔 - 都會分成好幾part -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會前面幾集一些事 - 喔配合前面的劇情 - 喔配合前面的劇情 - 對對對對 - 對對對對 - 然後通常啦 - 嗯 - 你會被選為OST的通常都很難踩雷 - 就是有嚴格選過的內容 - 然後你就會發現 - 欸有一些歌手 - 你不知道平常在幹什麼 - 其實他們都在唱OST - 喔 - 或是就是在幫他們配音啊 - 寫歌之類的 - 對對對對 - 然後就是你看他們OST - 除了就是要有一些歌手唱嘛 - 對 - 那到底要找哪些歌手唱 - 嗯 - 然後要選什麼歌 - 嗯 - 他們還會有一個音樂導演 - 喔 - 所以其實都是很專業 - 去搭配的 - 對對對對 - 然後他這裡面 - 因為他裡面其中一個角色 - 嗯 -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 那個愛上大都會 - 嗯 - 愛在大都會的韓志恩 - 對 - 他就是在製作公司上班 - 因為我看到一半就想說 - 為什麼他們還要找製作公司 - 因為媽媽以前看都是那個日劇嘛 - 嗯 - 所以我那時候就其實不太了解 - 解解這個生態的問題 -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 不是就電視台嗎 - 因為日劇的話 - 其實基本上就是電視台 - 全部獨立製作 - 嗯 - 對 -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還要另外 - 再找一個外面的製作公司呢 - 嗯 - 我就是感覺很奇怪 - 嗯 - 因為導演變成屬於電視台 - 但是你又外面找製作公司 - 然後要去casting - 然後要找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 一堆的 - 對啊 - 可是因為我們有在幫忙 - 國際巧牌社 - 其實我覺得 - 這是又更清楚了 - 嗯嗯嗯 - 因為國際巧牌社剛好也是外面製作公司製作的 - 對 - 你看像查金 - 嗯 - 你說是公式自製 - 其實它裡面也有製作公司喔 - 嗯嗯嗯 - 它是製作公司跟公式聯合製作 - 所以它的製作人有公式的 - 也有外面的 - 對 - 像那個上次老汪講 - 我也才知道像那個 - 前陣子的那個 - 羅布斯卡羅嗎 - 不是有拍第二季 - 啊 淑女 - 對對對對 - 淑女 - 然後因為那時候老汪也說 - 淑女的導演也是自己把她的房子拿去抵押 - 才有錢付出來 - 那就表示她不是電視公司的嘛 - 她是自己製作 - 才需要拿自己的東西出來抵押 - 淑女就更奇妙了啦 - 淑女其實她是 - 因為華視是屬於公廣集團 - 對 - 她們是開了一個標案 - 嗯 - 就是要製作淑女這個戲 - 嗯嗯嗯嗯 - 然後那個標案的錢可能就有這麼多嘛 - 不夠多嘛 - 對 - 所以等於 - 她要把這個戲拍好 - 嗯 - 她自己又去貸款 - 對啊對啊對啊 - 對 就是其實因為台灣的生態又更特別 - 又比較複雜一點 - 因為又扯到跟公 - 因為你要標案的話 - 其實就是你又跟政府有一點關係 - 那其實韓劇我知道已經很多年 - 幾乎都是以製作方為主 - 嗯嗯嗯 - 對 但是因為他們必須要有電視台上架嘛 - 對 - 所以他們常常在製作 - 以前會去跟電視台提案 - 嗯哼哼哼 - 對 然後提案你可能就會 - 電視台有導演想導 - 對 - 對 或者是你自己在外面找導演 - 也不一定 -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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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哪里来 嗯 他就要找人投资嘛 对啊 然后还要找 那个广告赞助商 对啊 因为这样才有 足够的金额 去投资在这部戏上面 对 就很奇妙 然后这个我们后面 可以再聊到 就是因为里面的 男主角是导演 对 女主角是作家 对 作家就是编剧的意思啊 对对对 他们在韩国叫做作家 应该说编剧 所以他们两个 要很密切合作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一出戏 他是怎么形成的 而且你会看到 最后会有一种 有一种剧中剧的感觉 就他在写里面的 内容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他也会去 就是甚至 我也因为这部戏 更了解 他们的那个PPL 嗯 就是是怎么进行的 然后为什么 每次都好像 我们每次看都发现 最后两集猛塞 对 然后很特别是 那里面其实 他们有各种 你要说文青吗 因为马面有一直 有跟我讲说 最初其实很文青 其实真的 对 他很文青 一方面也是因为 里面真的 他里面的角色 都是一些文青角色 是没错 对 对就是比较活在 幻想中 比较不现实的角色 就是因为他里面 其实是翻拍 李敏县导演一个改编嘛 对 他原本的电影 叫什么20 20行不行 那其实也是 他自己的电影 然后他自己 那个时候 20行不行 其实是讲 三个20岁的男生 嗯 的故事 然后居然他把他拍成剧 是把他改成三十几岁的女生 对而且二十行不行 我本来想说 他男生我就没那么有兴趣 这二十岁能干嘛 就把妹妹说 是李俊浩 他一步回家 马上要找出来看的样子 因为我的转折害妈妹大笑 我还以为他知道 然后结果我就 因为我只是在看wiki 然后顺便点过去看一下 他说这名字我知道啊 想说你怎么没有讲过 对然后 而且是李俊浩跟金语斌 跟江河娜 对三个都是我很喜欢的演员 而且2015年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真的很wiki 真的 的确应该是他们真的 差不多二十出头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把他改变成电视剧 就变成是三十岁左右的女生 对 其实的确因为电视剧的TA 会更狭隘 真的因为你有说过 韩国男生 其实不太看这些电视剧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要锁定三十岁左右的女生 会看 对对 然后他里面 千余熙 他算女主角 嗯 刚才就讲到他的 他的角色是编剧 对 那个文森佐的女主角 全如斌 嗯 他在这里面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对 也是很特别 他们三个女生啊 三个女生 哦我们还有一个 是刚刚讲的韩智人嘛 对 他们三个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都还不算 非常红 对不对 除了那个啦 除了千余熙以外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两个都没有很红 对啊 所以而且在台湾的 关注度也没那么高 对 所以其实在台湾 讨论度很低耶 你不要说他们两个没有红啦 千余熙虽然在韩国 算是就是很红的电影演员 嗯 但是台湾没那么多人看韩影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 很少人知道他 所以在台湾 这部戏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可看度 对 就是没有人会去讨论他 对 因为他已经 2019年的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几乎找不到讨论 然后 我还记得我开始 想要推科马妹 所以我就开始找文章 我那时候就很感动了 就是这两年来 多了很多 都说什么 看了以后发现很好看 这有类似这样的文章 那蛮感人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Friday 盈鹰独家代理进来的 对啊 可是 所以应该是说 Friday那时候 也还不知道怎么去宣传他 我觉得 应该是 而且那时候 我猜使用Friday盈鹰的人 也还不多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有点可惜 是他们那时候 已经知道要买独家 对啊 应该就是他们自己看过 觉得好看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怎么去让大家 想来看看 因为你独家 其实希望大家 为了他来看嘛 对啊 就是为了他 譬如说去买 Friday盈鹰的月珠 就是为了要看这部戏 所以大家才会买独家 对啊 要不然他就可能 就是因为李炳健导演 然后又看到那个 安仔红 说啊 1988 1988 然后就买 殊不知 就是 安仔红 离开1988 的话也不知道 怎么去宣传他 对啊 而且那时候 1988已经很红了吗 在台湾 很红了 已经很红了 对对对 对 不过 我觉得看了以后 就是 应该 大部分人会很喜欢啦 因为 Dicky是被我推更 超多年 你看他就是 最近才看完 但是他就是 他在逢人 就会说 他浪漫体 真的是神剧 夸张 他真的很喜欢 他就觉得说 哇怎么可以把这个桥段拍这么绝这样 他这么能体会30岁女性的心境 他倒不是心境 他就觉得 哦这样的 他这一段 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来诠释 对 的确是有很多巧思啊 对啊对啊对啊 再 我们刚才讲到韩智人嘛 韩智人他就是在 制作公司上班 对 感觉上他的分组 就是分到 就是要负责PPL那一组 对 然后而且我才看到 才知道想说 因为我以为说 像这种制作公司 其实 因为他们是给钱方 所以照理来说 他们其实应该算是 最大咖 讲起来是这样没错 对 但是因为 你也知道 人家剧本都写好了 对 你要帮他制作 但是却因为 你要帮客户PPL 你要逼作家 迫害他的作品 他想办法 把这个产品写进去 但我以为 他们会很早就谈好耶 好像不是耶 都是边坐边谈就对了 我觉得是 有时候是 甚至你可能快上档了 然后看到那个热度 然后就有人愿意 然后才有人愿意 加入进来就对了 我觉得实际上 应该是这样 才会变成后面很挤啊 也是游客 也是啦 或是说 不然就是你要本来就够大牌 比如说 导演够大牌啊 或者是演员够大牌 人家才会一开始就想要置入 对对对对 那这里也都会演到 就是他们一开始在决定 演员的时候 都去考虑到他的知名度 对啊 对因为真的跟拉战朱里有关系 对 这我可以理解啦 真的是 因为你以观众的心境来讲 你也是会看说 哦我喜欢这个人 你看像凯特刚刚 为了俊奥就想去看那部片啦 你喜欢你支持这个人 你觉得他以前演的戏都很好看的话 你就是还是至少会点进去看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制作公司就是为了要让他们把赞助塞进去 很辛苦 对啊 因为一来就是你要先说服作家 嗯 就是编剧 帮你写 帮你写这个桥段进去 那好不容易编进去啊 嗯 你要看演员也要不要演 对他们整个就是跪求耶 跪求每个演员 但演员就会觉得你 这里这样演真的很奇怪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那个 里面一个演员就说 我老婆都跟他跑了 我还要在那边吸地板 然后说这个真的很好吸 那个吸尘器有多赞 我有这个就不用老婆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过分的置入 就是那个M型凸的面膜 那个真的很过分 你现在在说我有M型凸吗 但是我觉得那产品真的很有巧思 因为M型凸的人 就是脸上的那个会多一块 多两块 所以他那个面膜缝 他上面会多两块 很贴心耶 不然的话你看你护肤 如果护到那边的话 会两个颜色不均 对 可是你知道因为 制作公司找了这么多钱 来让你们拍戏 对 就是你们要有什么资源 他们都资源你 可是那只是因为 我们广告客户需要这些桥段 对 导演居然就在旁边就是 摆烂啊 对 我觉得我不管耶 我想说可以这样哦 对因为导演应该帮忙劝 或者是帮忙导说 那你怎么演 对啊对啊对啊 或者帮忙改 临时改嘛 对但是因为导演就 不想要担这个 就广告不管我的事 对 里面就看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对啊 的确 现场是不是真的 有这么多大牌演员 这么难搞 有可能哦 就是因为 你当初没跟我说 我看剧 因为不用吃炸鸡 嗯 为什么现在突然叫我吃炸鸡 我愿意 对就有各种 很巧妙的东西 嗯 对他就比如说 本来现在是要拍 那个下一场戏 是别的 然后可能下午场 才会拍到炸鸡 所以他就想说 哦那我就中午再去买就好了 对 结果突然说 不行我们现在来不及 所以我这一场要改到 那个凌晨一点拍 对啊 凌晨一点要去买炸鸡 那当然我知道说 这一段也是为了要 致敬 鸡不可食啊 嗯 因为他就让统民说 哦我以前打工有炸过 哈哈哈 哦你炸的好好吃哦 哈哈哈 我真的就是韩剧 你看我们看这么多年 也知道他都有自入性行销 对 可是不晓得 哦中间美角这么多 就妈妹刚才讲的 跟我以前想象一样 嗯嗯嗯 就是厂商跟电视台谈好了 对 电视台就会跟导演说 你要把这个放进去 对啊 就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要给我弄进去就对了 对结果是各种错综复杂 而且几乎不关电视台的事 对 电视台根本不管PBL 好不好 对 哈哈哈 真的很奇妙 对啊 对然后再来也是 像纪录片导演也是 嗯 原来就是因为他就是 对纪录片有兴趣 对 所以他平常就是 一直在想我要拍什么纪录片 对对对对对 就不管看到什么 好像都觉得好像可以拍成纪录片 对 那当然他那个 他就是爆红的纪录片 对 这真的蛮奇妙的啦 对对对 因为以前大家都会想要那个 就是当爱国人士嘛 嗯 就是他用另外的视角去拍纪录片 他用就是 韩奸的视角 哈哈哈哈 就韩国的亲日派 对因为韩国很讨厌日本嘛 对 然后结果他居然去拍一个 亲日派的纪录片 对 就是跟大家很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过程一定很困难 因为谁也愿意出来讲说 哦我以前是 我是韩奸哦 哈哈哈哈 对那当然有一个就是亲日派的后代 对 就是在过程很帮忙他 对对对对对 他们两个等于一起冒险犯难 对啊 然后这一段真的很感人啊 因为他们后来就谈恋爱了 嗯 就但是男生后来走了 对 那这一段演得很短 对对 他们其实交往或什么的内容 在前面都交代的非常少 对可是 虽然说他有一段的取景 就是 其实男生是生病嘛 对 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嗯 就是画风一转变生病 对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画面的构成很厉害 嗯嗯嗯 因为我就非常有感觉 就是 他能从很相爱变成要离别这样 对对对 你也看得出来 就是其实那个全如兵 嗯 他真的非常会演 对啊 你就看得出来他在硬撑着 嗯嗯嗯 不要难过 嗯 他其实因为这等于是他这一个角色 贯穿全场的 嗯嗯嗯 的那个一个设定 嗯嗯 就是他他要很坚强 对 对 就是你看他们三个女生的角色啊 嗯 其实另外两个很明显是比他弱 对 然后他有一个弟弟 嗯 所以他其实就一直在装没事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很写实 其实装没事的人最容易生病 对对 因为他都憋在心里面不讲出来嘛 对 所以反而容易生病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真的靠朋友扶持啊 对啊 就亲友 他弟弟其实也非常的照顾他 对对对 而且他们三个会住在一起 也是因为他生病啦 对因为他们后来大家发现说 他生病这件事 他们不知道怎么帮他 对 然后最后他们就选择了 就是若无其事的搬去他的家 对 至少不要让他 因为他在这里 其实有亲生的念头嘛 所以他们想说至少就是 他们都陪着他 就是让他觉得欢乐 嗯 不要让他自己一个人 对 对啊 那韩志恩这个角色 嗯 因为你看我们在那个 爱上大都会 对 爱在大都会 刚才是爱上 爱上了个都会 哈哈哈哈 爱在大都会里面 他其实是个很强势的角色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跟马妹预告说 他在那么体质完全不一样 真的 对 他在这里面 我不知道是化妆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就是眼睛一直是圆滚滚的状态 对不对 对 很妙 对 应该是化妆也有差 对大都会他真的有特别 眼睛在把 对对对对 就让他看起来比较强势 因为他在里面是强势的老师嘛 对 然后所以 那个时候真的大家以为 啊他应该本人就是这样吧 对对对对 说浑然天成这样 对对对 结果完全不是 你在看那妈的体质的时候 你也会以为 他本人就是这样吧 嗯 所以他真的其实也很会演 真的 他在这里面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是 呆呆的 傻白甜 对对对对 韩国版的傻白甜 对就是与世无争啊 然后虽然他工作也很辛苦 对 可是他很开朗 他也藏不住他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是不会像 刚才我们讲 全如宾那种角色 藏在心里面的那一种 他如果有什么烦恼 他就会讲出来 对或者是你一看就知道 他在烦恼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因为他在里面 导演要给他的设定 对 很明显就是一个超正妹 嗯嗯嗯 一开始就有讲了 对 然后虽然说 因为我们跟韩国人的审美观 真的不一样 对对对 我会觉得他很可爱 嗯 但是没有到超正妹这样 不晓得啦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 韩国人就是真的 他们喜欢的型 好像跟我们喜欢的型 真的不一样 真的 在这里就是顺便插播一下 让大家 就是大家那个衣袖红香边的女主角 对我们上一集没有忘记批评他 也不是批评啦 就是我跟马妹都觉得 哦他蛮漂亮的 但没有到就是 就因为大 因为凯特就跟我说 那个韩国人都觉得他很漂亮 对 然后我想说 还普通吧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他的古装扮相绝美 没有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他 我没有觉得他不漂亮 但是他没有到他们讲的那么美 对 就不是什么仙女下凡之类的 我还举例给马妹说 你硬要说古装扮相 我还觉得金玉珍还比较漂亮 嗯嗯嗯 可是韩国好像觉得他的 就是扮相绝美 就是韩西文可以跟我们 就是讨论一下 你们觉得他有那么美吗 可是其实我 像那个衣袖红香边 我觉得大部分讨论的 都只有男主角啊 没有人 很少人在讲女主角吧 很多 真的吗 你去搜寻李世荣 也是一堆讲说 他为什么能这么美 就跟他就 台湾的那个讨论哦 就连那些少女杂志 就会说他的 什么十大保养 法秘方啊 什么的 嗯 好吧 对 然后其实他之前 我有讲说 他那个能成 成为王的男人 他就演终点 嗯 那时候也是 那时候你只要用这个 那个hashtag 对 全部都是他的古装扮相 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他耶 对啊 就很奇妙 那在这里也是 我觉得他就是 可爱的女生 但是他们 他给他的设定 就是很多人追的 超正妹这样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所以他眼光有点高 不好追 嗯 那当然他 就是有个男生 就是气了不舍 那男生一开始 看起来真的蛮可爱的 对啊 而且是感觉 很认真在追他 对 然后他就说 你喜欢哪一种男生 他就说 不像你这一种的 因为他一开始 通常都是拒绝 因为他从来每一个男生来追他 他几乎都是拒绝 对 然后后来他就 直接跟他讲说 就是我喜欢搞笑的男生 对 所以那个男生就为了他去 就是当一个邪心 对啊 很认真去学耶 就是为了要逗他笑 就那一段 我真的觉得超可爱的 因为他终于会 就是学了搞笑技巧 嗯 然后就在巷子里面 演给他看 对啊 就在路边 难怪他会接受他 对 但然后就小孩生出来 那男生也成功了 以后 他就跟他讲说 他们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对 然后他说 我想去追求我的幸福 嗯 对 那一段也是 我真的 我还问马妹 他这段 他有什么想法 因为那一段 如果是我啦 我也是你牙口无言 因为女生就跟男生说 那我的幸福怎么办 嗯 我已经跟你在一起 那生一个小孩了 对啊 对 然后所以他说 那我的幸福怎么办 就男生居然跟他讲说 你的幸福 为什么要来问我 对 我觉得他 他应该是问错问题 他不应该问他说 你的 我的幸福该怎么办 说你的小孩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 不对小孩负责啊 但他 虽然是他没有交代啦 对啊 不晓得 因为 因为他就觉得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不幸福嘛 嗯 所以我要去追求我的幸福啊 对 然后所以他问他 我的幸福怎么办 然后我当下 我跟马妹说 我看的时候 我当下觉得 对 你为什么要问他 你为什么要问他 因为我还是觉得 就是这还是应该要双方协调 因为这变成是他单方面就觉得 哦 因为我觉得就这样 我不想要跟你在一起了 对 对啊 就是当然我们就是去探究这件事情 天啊 怎么又好像想要讲到最近的发生的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这种东西真的很 我会想反映 只要有小孩 对啊 就会变得很复杂 对 因为如果他是说这个状况下是没有小孩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个女生的确是应该就 反正就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可是因为我觉得扯到小孩 好像就没有办法 只是这样一走了之 对 那你硬要讲最近的话题 这个男生好的地方还是 我现在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幸福 他就说我要离开了 对 就是不是一边 至少不是 也不是乱来啦 对对对 反正他就只是说 我没有要负责了 我想要追求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 对 其实好像真的可以聊到李静蕾的心态啊 嗯 你看他之前觉得 好你觉得跟我在一起不幸福了 嗯 那你去追求人家幸福 可是我们家要完整 对啊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管他啊 对 你看他都明明就知道 他在外面做这么多事情 然后他反正就是在家里顾小孩 对 对啊 然后就反正人家看起来觉得OK就好了 对对对 因为这样已经很久了 因为他好像有说 他开始很急着要跟他离婚是这两年的事嘛 就是基本上就是生完男的之后啦 对那你知道我前两天我就看到就是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我们以前如果看到一定会超羡慕的 嗯嗯 就是他就有讲说他不是小巨蛋的演唱会之后就一直在跟他离婚 对啊 可是他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就有那种就是在跳下观众喜 然后去全身肌肉流汗 然后去亲老婆 我觉得 他有这一段哦 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定所有少女超羡慕他的好不好 哇塞 那他也是戏精耶 对啊 那他还做这种戏 他明明就想要跟人家离婚 对 就是他就说他那个小巨蛋演唱会之后 明明就一直要跟他离婚 对啊 他在那一场是演恩爱演的很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处理的很不好 因为其实你 他一开始发出他离婚消息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人在讲什么啊 对 就反正就觉得说 哦好你们可能就是不适合 对 然后要离婚 结果就是你没有处理好 导致后面变成这样 对对对对 对啊 就是可能就真的像很多人猜测的 嗯嗯嗯 就是条件谈不容嘛 对啊 可是因为他连基本条件都没有给人家 对啊 同志还借他住18年 我想说什么东西 那是你小孩要住的地方 对 而且你想想看说他容忍这么久 对啊 才会这样爆发嘛 就是我容忍这么久 然后你现在要离婚我也跟你离了 对 然后你居然好像很怕我拿你们家一毛钱一样 对啊 这真的是会忍无可忍 嗯 我觉得女生也是计划很久啦 嗯 对啊 才会手中可以握得到那么多资料 嗯 对啊 其实就是 那么体质性他在讲一些就是 应该怎么说 他们30岁左右的各种不得已 对 可是因为他们身边有很多很可爱的人 嗯嗯嗯 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些 应该算是生人身上的难关 但是又不会那么难过 对对对 你看千鱼西的角色他很怪咖嘛 就连他妈妈的妹妹都觉得他是疯子 他的确在里面还蛮疯的 对 可是这个疯子他在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还是回家 对对对 就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就是躺在家里 没事也好 对然后 就算他妈妈的旁边一直说你是疯子 你就说你要不要出去之类 然后他还是就在那边 哈哈哈哈 而且里面很多对话很可爱啊 比如他妹 嗯 就跑回家跟他妈说 妈我跟你讲你有个女儿是疯子 然后他妈还说 我知道啊 我知道而且我知道那个不是你 哈哈哈哈哈哈 这超可爱的 对然后因为 就算是我们家好了 嗯 我们家三姐妹 的确三个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对 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像我大妹啊 对 她就是比较会硬要去分 那比较悲观主义 嗯 对就是她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她就会往坏的地方想 对 对然后我是比较乐观一点 嗯 小妹就是那种无为而至 随便 对 哈哈哈哈 她就什么都不会想太多 她就觉得想太多多余 哦 反正传到桥头自然旗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她就会觉得 就是 反正就是要过的人生嘛 对 就人生追求这些干嘛 对对对 所以她里面去演说 她家有个疯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般人 家里有可能出现的 对啦 她就只是比较异于常人 但她也没有怎么样 对你自己想想看说 我们前几期才聊到那个 共用郁金的一家人 哈哈哈哈 连这种想法的 她都活得下去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活不下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虽然是 她是以千余悉为主 嗯 但是其实她是 最不像正常人的 对 对就是她里面其实像 马妹有时候 她很讨厌的一段 就是孔明 对对对 因为孔明她是演 韩智人的 算后辈 她的属下 对 就是比她晚进公司的同事 她要带她的 对 然后看起来 两个好像会有点暧昧 因为 因为她很照顾她 对那孔明在里面 就跟她本人有点像 很会塞奶 就是阿滴 哈哈哈哈 一个就是算会塞奶 或是会体贴姐姐的阿滴 对就是也是很细心 就是大家如果看 戴轮子的家 第三季就会知道 然后大家 说真的很多 我相信很多小女生 在看的时候 一直期待她们两个有点什么 对 但是我觉得很写实 因为她们两个 如果真的有什么 就不OK的 对这部戏 好像就会偏离她的走向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她们认识 很长一段时间 孔明都是有女朋友的 对 虽然那女朋友很瞎啦 对我讨厌的就是那一段 对 女朋友跟孔明的纠缠 那女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好像就是 我有点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在外面乱搞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她好像就 因为我之前会说 她们很文青 就是因为她们的对话 都会用一些 你会听不太懂的 对 就有一些 那种很文青的字包装 然后讲一些那种道理 对啊 因为她们好像想要讲说 她们曾经很甜蜜 那现在已经 没那么甜蜜了 但是女生又不想要分开 对 然后那女生又说什么 就是因为你什么限制我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很想要 不要被束缚住 之类的 然后可是我就不太理解 这个心态 还是说真的有人 可以理解这心态 我不知道 又或者是因为 在一起太久 然后想找刺激之类的吧 可能是 但因为就是她们 因为她们 仔细托捧 她们就是一直分手 然后那女生 又会自己搬回来 对 然后 只是说 我跟妈妹聊 然后最后就想到说 其实 好像身边真的有这种人 对 就是感觉你的朋友之间 一定会有一个说 就是常常跟男朋友 就是分手 对 然后吵架吵一吵 然后最后又复合 对对对 就这样 就弄了好久 对 其实是很 很写实啊 对 但是因为她们演太久 对 然后又 其实 千余希跟她前男友 也有一段这样子 因为她们在一起可能 八年 八年之类的 比如说她们一开始很甜蜜啊 然后 中间就开始吵架 然后可能就说要分手 对 但是又一直分不开 对 的这个过程 可是因为她们是用聊天的方式 对 就稍微带过去而已 没有演很多 然后因为她们孔明这一段是 你可能从第一集 看到第十六集 她们就是断断续续 会一直陆续的出现 就觉得还没分手 对 然后又加上女生 真的整的脸不是很舒服 对 她很明显就是整形的脸 对 然后就整的有点over 然后她中间 就是又跑去夜店 跟人家拉机啊 然后去开房间 对 然后被人家看到 对 对啊 然后我就以为就没了哦 嗯 但是她们还继续在一起 对 我就不太懂 她们为什么要继续在一起啊 继续在一起就算了 嗯 继续在一起之后 患症的女生一直在管口迷 要不要跟她 跟韩正吃饭 对 然后或者是说她 那个韩正就觉得说 她想要关心她 送她一些东西 对 然后她就还传讯息跟她说 我会管好我自己的男人 对啊 我想说没有 你没有啊 对 而且我就想说你凭什么 她们真的就一起吃饭而已 对啊 那你都应该开房间 你凭什么跟人家管人家 真的是啊 关你屁事哦 对 而且因为那女人 说真的啦 所以她的脸整的真的不舒服 可是她演技也不差啊 嗯嗯嗯 对她每次出现的时候 这段就觉得很 就是很想把她维系 消火 对 就是你凭什么这么盛气临人 对 你凭什么 为什么会吃她吃得死死的 对对对 对啊 当然就是 她的描述就是 孔明就是个好好先生 对 而且她就是对她 可能大学初恋放不掉 对 其实真的现实生活 真的很多这种人 真的啊 对 而且她说不定是 她初恋之类的 她很多好像都是会 对初恋有依恋 对 对啊 对 反正大概就是韩正 她们这段大概是这样 但是她就是在演 她的成长 嗯 因为她要叫人家置入 她们她去拉来的赞助 对 然后一直碰壁 然后到底要怎么在工作上去突破 对对对 对 这里去讲到 因为韩国人真的非常大男人 嗯 她们也讲说 你看一个女生在职场就要这样 她说你干嘛不利用你自己的优势 对 我想说什么优势 对啊 然后就说就是要撒娇 对啊 有够呃臃的 她说你为什么不叫一下欧帕 对啊 然后那一段超好笑的 然后 想說我叫到你叫不敢 超煩 對 那段大家一定要看 因為我覺得那段真的很好笑 然後全部人的人都聞風上展 好啦你不要再叫啊 從此不要人家再叫他歐巴 後面嘔吐啊歐巴 那韓智人真的演得很好 對啊 我想說哇你怎麼可以這麼渾然天成 好會哦 對然後在後面 有很大的重點就是放在 謙於西中央他的作品被看到了 他本來是當編劇的助理 編劇永遠都很怕助理比自己好 超越嘛 對就永遠也只要否定他比較厲害的助理 然後真的他真的開始有人要拍他的劇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各種波折 對 對原來就是一部 原來一部戲這麼難哦 對就是你一看的時候 你劇本已經很麻煩 而且導演跟編劇要不停的討論劇本 對對對對對我覺得導演的那個工作量真是爆炸多耶 對但是我也相信因為導演自己他覺得合理他才導的出來 對然後可是因為我覺得他管的事情真是細微到我覺得很瘋狂 一般來說啦應該是製作方要負責這些事 嗯嗯嗯 對那可是這個導演他太想太想用自己的人了 可能是 對因為他可能就有一就是一般他覺得就很好用燈光啊 摄影啊然後各種 道具啊什麼的 對裡面的武術指導也超好笑的 莫名其妙一直在打架 那你為什麼要武術指導呢 對不明明就只是個普通的那個戀愛群 他的意思好像是因為裡面就是可能難一難二有打架 對啦 那不能亂打 但是他可能打得很認真好像要打那個泰拳一樣 哈哈哈哈 所以那段很好笑就像你說的 因為他這一齣並不是真的就是武打戲的武術指導 對啊 所以他只是要告訴你你這樣子怎麼打比較順就好 或者是怎麼打不會真的打傷人就好啦 但是武術指導太認真了 這兩個還現場在那邊示範笑死 他裡面幾乎是巨細迷移的告訴你 一個戲要怎麼樣籌備怎麼拍 每一個環節的人他們是負責什麼 對對對 對超奇妙的 然後也知道說喔原來台灣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就是你要重複導變成導演 其實是一段很漫長的路耶 我覺得應該是啦 沒有那麼簡單吧 畢竟你導演就是要統籌這麼多事情 真的 你真的是要可能各個地方 每個細節都要可以顧到欸 對 然後 那裡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我們現在現在講的就是他裡面在描述職業的部分嘛 對 那戀愛的部分一直到後半段 男女主角也開始有 就是從 比較有進展 對 然後從剛開始談戀愛到後面啊 對 就是變更熟是怎麼樣 對對對 因為裡面有一段就是放屁那段我覺得超好笑 哈哈哈哈 我覺得媽媽放屁最好笑 對 可是因為你知道自己一個人在家 本來就是 就像上次我們講說媽妹她受傷 然後自己在房間一直自言自語 對啊 對 就自己 本來就是你自己的空間的時候 你什麼事都可以做 對啊 你本來就比較不會在乎啊 對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嘛 對 然後 反正女主角就是自己在那邊很 就是放膽 還擺pose放屁的時候 對 還唱歌跳舞放屁 哈哈哈 搭配了天衣無縫 結果被男主角看到了 對 然後她就覺得晴天霹靂 哈哈哈 一直叫她你往屁內亂過去 哈哈哈 但是她就因此去問她媽媽 有沒有這她爸你也放過屁 對 然後她媽媽就想說 欸我好像真的沒有欸 對啊 但這要怎麼做到啊 我覺得這比較難吧 一方面可能她比較多無聲屁 哈哈哈 無聲屁比較臭哦 對 可是她剛好是無聲屁 然後又 就是可能離得遠之類的 因為通常你會知道都是因為放屁很大聲 對 我一定要講這個放屁的笑話 因為我們以前在阿嬤家 住在阿嬤家的時候 我們都坐在彈簧床上面看電視 對 每次我們都在講說 Dicky笑話很好 因為她每次放屁啊 嗯 她就會 會覺得 那個是垂直線 嗯 你會聽到那個彈簧聲這樣 很有力欸 那我每次都跟她笑 我就跟她笑 妳在省什麼 然後就 但是 是因為你臨出生之後 嗯 她那時候還隔著尿布喔 她居然發出那個聲音 放屁也會遺傳喔 然後我還跟她講說 我到現在記得超級 有時候Dicky會笑死 我會說 你是省的孩子嗎 煩欸 對 可是像我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夠親密 是不會避諱這件事情的 對啊 所以像媽妹說 到底怎麼能辦到 對啊 她爸媽可能一方面就是 陰錯陽差 因為她媽不避諱 嗯 並不避諱 她只是很好奇 嗯 如果她老公聽她的放屁會怎樣 對 結果偏偏她老公 完全都不做任何反應 對 她狂放 對 她怕是不是你沒聽到 對 想說 嗯 可能那個老了有點重聽 那我再屁股抬起來 再放一聲 她說她後來就是 她是整個勝負欲都被攔起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屁硬要放 好厲害 我覺得這是個功力 她硬擠 對 你沒有屁硬擠 會擠出大便吧 對啊 到底要怎麼擠啊 但是這段超感人的 我覺得這段我覺得就 因為這段就很重要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段我就很喜歡 她的鋪陳 嗯嗯嗯 對 就沒想到放屁 居然會接到這個結果 對 然後就 就是這個才是夫妻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個女主角她 反正因為她就是 這一段戀愛她很認真 嗯 所以她就開始會跟周遭人討論 嗯 然後就很可愛 因為大家周遭人給她的意見 或是聽到的想法 嗯 都不太一樣這樣 對 而且這裡面 放屁這裡 居然就是有弄了一首放屁歌 對 超好聽的 你看音樂導演多累啊 連屁都要寫成歌 對 因為這一段太有感 我相信音樂導演 一定對這段很有感 她可能自己也經歷過這種之間 對 因為如果有感 才會去說 欸你給我寫一首 放屁的歌 哈哈哈哈 我順便講一下 她裡面其實 她弄了一個角色 嗯 她的角色是 男主角的前女友 對 然後她一直就是說 她寫了很多很紅的歌 對對對 她就是像歌手那樣 對 那其中有一首歌 叫做什麼香水味道 是洗髮精味道 洗髮精 對 在搖曳的花朵中 我能感覺到你的洗髮香 對 因為其實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 就是這個 對對對 然後她的原唱啊 叫張凡俊 嗯 因為我一定要講她一下 因為她太神奇了 她其實也是在 就是韓國每年 有一個叫做 Superstar K 嗯 的節目出來 他們出來本來是一個 就是合唱的團體 對 有三個人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老外 嗯 然後她就主唱這樣 那他們的團體 其實還是蠻紅的 嗯 可是張凡俊 自己寫了很多炸紅的歌 喔是喔 對你可以 你一周旬上班 俊就會看到 因為她有一首歌 就在寫春天的 嗯 所以他們每年春天 就是櫻花季 你到各大風景區 都在放這首歌 她每年光這個板碎 所以就是躺著鑽 好讚喔 對 然後因為她是 她好像瀝水人吧 反正她又寫了一首瀝水 因為她很會做 其實這首歌 也是很莫名中毒性啊 就是現在這個 我都不知道 是因為裡面播太多次 還怎麼樣 沒有沒有 她的歌真的很中毒 對 然後她那一首瀝水 也是因為 他瀝水那個地方 對 因為這是我們地方歌吧 就一直放一直放 哈哈哈哈 然後這一首 現在這一首那個 連那個什麼 機制錄影生活 鄭靖浩有唱這首歌 哦 對 他就是那種 就是洗腦中毒 到這種程度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講說 因為那個時候 鄭靖浩唱的時候 那個丁一舅講說 哦 這是又一首板碎歌 對啊 又要付錢了 對 因為那個 韓國人很喜歡 討論這件事 就是櫻花季 他不知道又要賺多少 哈哈哈哈 好讚喔 對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 他們裡面去設計說 張凡俊這首歌 在劇裡面是設計 是男主角的女友 前女友寫的 對 然後 所以他聽到都會不爽 對 就是說老闆換一首 哈哈哈哈 對 然後 後面他們放屁歌 也是這個前女友唱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沒看過這個演員 嗯 然後我就會查 他真的是歌手 哦 對 裡面這個女生 難怪 因為他弄了一個 這個角色 可是他都只有在唱歌 對啊 他沒有特別演什麼 因為也沒有演 他們之前怎麼樣 對 然後 對 他的角色是男主角的前女友 可是他們根本沒有對手性 對對對 根本沒有見到對方 所以根本就只是讓他出來唱歌 讓大家很會唱 哈哈哈哈 對 所以 其實就是 這裡面貫穿 就是整個 韓國的 就是文化食物鏈 嗯 然後裡面 其實 還有去演到說 他們會討論劇本 對 然後去跟導演說 就是這裡 我們要怎麼把PPL放進去 對對對 然後他要維持幾秒鐘 對 然後他們兩個就故意拿到那邊拖時間 然後 然後就是導演就說 好 我們現在已經 放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超厲害 這是李炳獻的厲害 哈哈哈哈 然後 他根本就 也沒有很想放 但是他就故意弄 整一個橋段把他放過去 然後他 然後裡面的導演在說 你看我很厲害吧 他是不是那個中間 都有收到這一種邀約 然後他覺得很煩 就叫那個編劇把他寫進去 真的 就是 就是你討論PBL怎麼放 然後說 要幾秒 要幾秒嗎 好 那我們想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拖秒數 因為他的劇本 又剛好很適合 可以用這個梗 然後就一直在 裡面甚至是在叮 就是 這些廠商太為難人 因為裡面還有那個 就是有一段 他們講說那個PBL怎麼放 就是用韓智人跟他兒子 對 按摩椅 他就 兒子說 就是 喔媽 我就是我好無聊 還什麼的 對 他就說 那我們來做按摩椅吧 然後就是韓智人 自己在那邊按著 自己做 對 然後他就說 可是為什麼是你在做呢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是 他在做嗎 因為小孩不能做按摩椅喔 喔是喔 對 我還是因為 我們買了按摩椅 其實我按摩椅 也是被媽妹他們家生活的 對 是小台的 對 因為我不曉得 原來有小台的 便宜的 然後家裡放的 不很突兀的這樣 對對對 因為他送來的時候 就是司機非常的盡責 嗯 就一直交代理理 就是小孩不能按摩 會妨礙發育什麼的 喔是喔 我才知道欸 對 所以 那一段 我就跟妳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小孩不能做 喔 對 然後裡面 裡面那個兒子在跟媽媽說 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麼久呢 然後他說 因為有秒數的限制 就很聰明 完美突破 對 用很聰明的方式去置入 其實這個在羽球少年團裡面也有 對啊 因為他們就會突然說 喔 這個 這個辣炒年糕好好吃喔 然後就看著鏡頭 然後 然後就說 你在看哪裡 對 其實這種方式反而會讓大家覺得很好笑 對 就是妳 他們現在真的因為 PPL 就是讓人家厭惡 太多了 對啊 對 然後他們一直在想各種幽默的手法 像這種 很為難欸 像這種我就覺得很聰明 對啊 就是他讓觀眾也知道說 啊其實他們很為難 對 我就是需要這麼多秒數 對 但是他們也讓廠商知道說 你看 我有達到喔 對 也讓廠商看說 你看我們必須這麼荒謬 那我覺得廠商應該覺得 效果好就好 沒差 真的真的 我今天在錄以前 就跟媽媽妹一些預告說 啊我覺得我應該會有一些大量劇透 因為這一齣不透真的有點難聊 對 好像就沒有什麼可以聊了 對 然後再加上說 反正他也有點年份了 就是 你在網路上就會看到很多 就是大量劇透心得文 對啊 對 那再加上 其實他的意義 其實他劇透沒有什麼關係欸 因為其實他的意義 不在於劇情 對 對 他很多細節 是在於他們相處 對 然後還有他 就是 就是編導 嗯 一些巧思的安排 對對對 真的就是值得看一下 對啊 而且就是 你可以 如果真的 就是在1988之後 都沒看過大哥的人 哈哈哈哈 可以來回憶一下 他這部還瘦身 對對對 看到他就是稍微帥一點的樣子 哈哈 凱特的天才 哈哈 他裡面都要穿一些 做粉粉嫩嫩的 整套西裝 你自己看他1988裡面 穿的什麼樣子 對 他裡面宅男啊 哈哈哈哈 要嘛在家裡就是那種 就是真的超窄的 對啊 出門也只是運動外套 對 呵呵呵呵 最漂亮就是那件粉紅色襯衫 呵呵呵呵 而且還是偷人家的 對 沒有 其實那都不合理 他們根本就size不一樣 對 呵呵呵呵呵 馬妹完全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啊 呵呵呵呵 我那時候有講過 哥哥不要拿了 你那個會穿的會破掉 對 他明明就是那個 就是扣子的地方 應該要崩開 很緊啊 呵呵呵呵 要看得到裡面的肉 呵呵呵 呵呵呵 唉唷 好就是這一出 其實我要老實說 你看為什麼當初這麼冷門 根本沒有人討論 然後我會看 就是因為 威哥哥的關係 呵呵呵 所以要感謝普男 呵呵呵 對 然後是因為 再加上我知道千余希 其實很厲害 對 喔 而且他在韓國 有小張子儀之稱 喔是喔 就是 所以他們有在覺得張子儀很厲害就對了 喔張子儀對他們來說是國際巨星啊 因為那種韓國人很喜歡看 就是香港的武打片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他臥虎長龍 喔 了解 臥虎長龍 就是好萊塢片嘛 對對對 對 就等於是他最喜歡的港片 可是又提升到好萊塢等級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常常講說他某些角度 有點像張子儀 有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定很難理解 對 我不太能理解 韓國人的眼睛的構造 是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可能射進去腦子裡面的成像 可能不太一樣 對 但是我是覺得他是真的是 長相很難得 非常的 天然 對 然後但是又 你又覺得他漂亮的韓國女生 對 只是有點瘦 臉有點瘦 對 因為他臉太瘦 就會比較零零腳腳 對 所以我才會 我剛才有跟馬妹說 我就在那邊選腳 那個媽媽看起來就像他媽媽 因為媽媽的臉也是超零腳的 然後媽媽又有點瘋癲的感覺 對 很厲害 才會一直放屁嘛 對 然後他們演技真的很強 是因為 我有在別處看過這個媽媽 是完全苦情 喔真的喔 對 喔 真的很厲害 然後很多很可愛的橋段啊 比如他有演到 他有問他媽媽怎麼跟他爸告白的 那個也超可愛 對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對 終於把就是凱特念在嘴上 不知道他多久的 所以講掉 一咬他的心願 對 而且馬妹開始看的時候 我超感動 對 因為我好像也沒有特別跟你講吧 但是好像 我好像 很後面才跟我講說 他其實你在看他媽媽的題字 對 因為 好像前陣子我們比較 就是比較有時間可以看劇的時候 對 就是有一些劇都是之前已經看完了 對 然後又加上說 我們變得有一幾部新的日劇 覺得蠻可愛 可是日劇其實 急速的不多 又比較快 對 對 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對 所以馬妹最近才能幫我 就有抽空 就開始 先把這些看起來 98跟浪漫體質都講完了 她要尋找下一部神劇 真的 沒有 我之前也超多人點播的 就是那個 監獄啊 監獄 對對對 你還是慢慢看 對對對 反正因為最近 我真的比較多時間 我都開始在看一些 我自己想看的東西 對啊 對啊 然後 對 我真的在 Netflix 我最近看好幾部電影 哦真的哦 就是什麼 妖獸富二代 哦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 吳社 哦 我知道 好看嗎 因為我 因為我一直看 覺得他好像很沉重 我覺得還沒點 是比較沉重 但是好看的 嗯嗯嗯 對啊 就是我們可以多聊 之後也可以多聊一些電影 因為我覺得對聽眾來說 嗯 應該也看電影 就是給他們電影 他們也比較快可以把它看完 對啊 因為畢竟你看一部劇 韓劇就要16集 真的 對啊 要看很久 而且就是 我很怕我 假日如果追劇 就沒有生活品質 因為會可能 會啊 會沒完沒了 對啊 所以我最近假日都是挑電影來看 哦 對啊 所以我就是 現在那個 趁早 就是什麼東西都先看一點 看一點 這樣比較快 好啊 那就今天就到了 請我們媽妹 幫我們呼籲的時間 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給我們五星好評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